来帮我转一下 谢谢 中心人员在入口处持酒精消毒 喷雾气 帮金融市长牛昌等人清洁消毒 这也是金融市安乐托婴中心 由于疫情期间 金融市停班不停拖 全市公司立托婴中心 持续提供收拖服务 因此完整的防疫措施更显重要 上班时间就是 每日都会监测 我们的工作人员的体温 然后全程要戴面罩跟口罩 然后在幼儿部份的话 在幼儿幼身进入我们中心的话 会检查额温 然后口腔 直接消毒双手 那在设备的话 我们其实有增置空气的清净机 然后还有直外线消毒灯 然后窗户的话 我们就是前后会打开来做对流 市政府是落冬粉 然后来确保 用最高的规格来确保 我们小朋友的一个健康和安全 现在是 吉他管车都没有 为了协助脱婴中心做好防疫工作 吉隆市政府方面跟下重本 添购空气清净器等防疫设施 给各幼托机构 确保环境清洁 以用最高规格 维护孩子健康安全 我们在本土疫情发生之前 我们就为这个环境 场所的一个管理 预先做准备 包括采购这个直外线的消毒灯 然后还有每一间教室呢 都补助这个空气的清净器 这是铺挡笨 因为空气清净器比较贵一点 那在每一间教室 随时都进行这个空气的一个清销 那最主要就是让我们的家长 也能够安心 然后更重要让老师也可以安心 另外针对多个县市出现疫苗不足 暂停接种 金融市长林游昌表示 金融疫苗尚且充足 唯一变数是上次台风延迟施打 而重新预约登记疫苗的两T次民众 我们是很谨慎的在进行疫苗的一个施打 所以中央配给我们多少疫苗 我们都依照规定 来逐步的一个来进行 所以我们应该是在这一波应该是还好 并没有发现 目前为止 并没有发生这个大幅短缺的一个状况 不过因为我们在之前 因为台风的关系 所以有停了两个批次 那他们重新预约登记是到今天中午为止 那这是一点点小变数 要看这个重新登记预约的 这个人数有多少 我也想要鼓励市长在这段期间的努力 大家都是有目共睹 请帮我转达市长 他做得很棒 我们一起加油 另外在金融市长林游昌公开为金融高中出身 代表国家参加东京奥运的羽球一哥周天成加油后 周天成也特别录制影片感谢 并称赞市长做得好 对此林游昌再次力挺集中校友周天成 期许在东奥夺得佳鸡回国庆功 小天是我们集中非常优秀的校友 然后这次可以晋级八强 其实为他非常的高兴 那所有运动选手都很辛苦 这个台上五分钟台下十年功 那所以在这边祝福小天 一路挺进四强 然后提官军到金牌 然后攻赢斗登来 小天加油 记者张旗腾基督报道